朝鲜的前世今生时期 朝鲜孝宗李浩是李氏朝鲜第十七代君王 当朝鲜被大清武力征服时 李浩连同其他王室成员被清军抓到了沈阳 当了很长时间的人质 所以李浩对大清恨之入骨 继承朝鲜王位后积极筹备被罚 并试图联络一切反清势力 对南明政权吴三贵等藩王势力 准嘎尔蒙古都曾既以厚望 郑成功作为南明后期的主要军事力量 曾多次击败清军 成为了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曙光 面对强大的清朝 郑成功决定寻求日本的援助 郑成功出生于日本 而且他的生母也是日本人 所以郑王爷试图凭借这种天然的联系 建立起与日本幕府政权的良好关系 朝鲜效宗更是对郑日联合抱有很大希望 甚至建议日本军队可以借到朝鲜 出兵援助郑王爷 但是日本对郑成功的多次请求并不感冒 只是允许以贸易形式向郑成功出售物资和武器 同一时期 大清正致力于清除国内各种反抗势力 逐步放松了对朝鲜王朝的监督 所以朝鲜才能明目张胆地扩军 但是朝鲜还是担心被大清察觉 于是自作聪明的朝鲜王李浩 向清朝汇报 谎称日本对朝有不轨之心 所以朝鲜才有加强军备 朝鲜的反常行为却让大清警觉到 日本南明政权和朝鲜的密切往来 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查情况 太明真相的顺治皇帝 立即下招痛斥朝鲜国王 迫使朝鲜罢免反清大臣 朝鲜也因为财政困难 军备薄弱 最终没有实现效忠礼号的北伐梦想 1661年 北伐失败的郑成功退守台湾 中原的反清浪潮步入了低谷 但反清复明的思朝 却在朝鲜王朝得到了延续 1673年 吴三桂起兵造反 各路反清势力死灰复燃 朝鲜君臣愁愁满志 试图北伐 但几个月后 显宗去世 继位的宿宗取消了出兵的准备 1704年 明朝灭亡以整整一个甲子 宿宗在昌德宫修建大报坛 来祭奠曾经派兵元朝的万历皇帝 大报坛实际上就是报恩坛 也就是报答明朝的再造之恩 同时极力贬低大清为满蚁 宣扬朝鲜才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 到了英祖时期 大报坛的祭祀对象又增加了明太祖和崇祯帝 然而由于明朝灭亡已过百年 英祖很务实的放弃了反清的梦想 不过朝鲜国内的反清思想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朝鲜人也逐渐把大清与中国画上了等号 反清也慢慢变成了反华 1864年12岁的高宗李希继任朝鲜国王 本来李希只是王室的旁侄 几乎不可能成为国王 但前任国王里变得五个儿子全部夭折 在各种政治角力的作用下 李希登上了王位 由于李希年幼 李希的生父李诗应成为了真正掌权的摄政王 李希生性懦弱 但李希的王妃敏世却极具权力欲望 为了夺权 敏菲策动宫廷政变 逼迫李适应下台 高宗李希名义上正式掌权 实际上国家权力不过是从老爸手里 转到了老婆手里 敏世掌权后 废除了公共的闭关锁国政策 向西方列强和日本打开了拨轮 然而敏世的对外开放 是在日本的脚迫下完成的 并不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日本人的贪婪与压榨 让贫困不堪的朝鲜人民雪上架霜 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1882年7月 汉城士兵齐 齐士兵和后来加入的市民 焚毁日本共事官 并杀入王国 高宗的生父李适应 趁机赶走敏菲 重新掌握政权 然而这次兵变引发的排日风潮 正好给了日本人入侵朝鲜的借口 所以兵变不久 日本就开赴朝鲜 兴师问罪 日本的出兵 立即触动了清王朝的神经 作为朝鲜的宗主国 中国本来对朝鲜的内政外交 从不干涉 但自从琉球被日本霸占后 大清便格外提防日本 朝鲜作为一个 可以牵制日本的藩属国 清王朝是无论如何 不能轻易放弃的 所以清政府立即派出三千怀军 赴朝鲜平安 当时的清王朝 虽然经历了洋务运动 军事实力有所提升 但避免与列强冲突 依然是清政府的最高原则 因此当清军在仁川登陆后 便按兵不动 日本知道清廷出兵后 为了防止中国干涉 马上进入汉城 与朝鲜谈判 可日本的霸王条款 让兵变上台的李适应 无法接受 于是采用拖延战术 失去耐心的日本 撤出汉城 宣告谈判破裂 打算按照预先设计的剧本 以谈判破裂为借口 进行努力介入 而清军则抓住了 日军撤退的机会 立即进入汉城 身为小队长的袁世凯 开始展露头角 带头冲在最前面 迅速杀死几十名兵变参与者 随后清军抓捕了李适应 干净利落的平定了叛乱 敏飞也再次掌握政权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 战争初期 清朝水军节节势力 使清廷在朝鲜的威望 大大降低 再加上驻朝总管吴长庆 率领一半清兵回国驻房 亲日反清的开花党人开始膨胀 1884年 开花党人勾结日本发动政变 并劫持了国王 此时留守朝鲜的袁世凯 处于两难抉择 按理说 应对这种重大事变 必须要得到清廷最高层授权 但这样可能会错过 一瞬即逝的良机 在这个历史关头 袁世凯果断沉稳 敢于担当的枭雄本色 展露无遗 在没有等到上层寿命的情况下 袁世凯身先士族 带领清军迅速击退日军 摧毁开花党政权 维护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 袁世凯因这次事件 被日本人恨入骨髓 但也让北洋大臣李鸿章刮目相看 后来袁世凯遭同僚嫉妒陷害 被迫回国 李鸿章力排众议 重新启用袁世凯 令袁世凯为驻朝大臣 可以左右朝鲜政局 霸道的袁世凯 开始干涉朝鲜内政 奄然成了朝鲜的太上皇 但从大清的角度来讲 袁世凯确实强化了中朝的宗藩关系 防止了朝鲜的独立倾向 阻止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 朝鲜敏世政权对袁世凯是又爱又恨又怕 为了讨好袁世凯 敏世把自己的表情金氏嫁给了袁世凯 当时的袁世凯已有一其一切 金氏原以为会是袁世凯的政法 没想到却成了姨太太 袁世凯顺便把他的两个陪嫁丫鬟也收了 不走寻常路的袁世凯甚至按年龄排顺序 让陪嫁丫鬟无视做了二姨太 贵族出身的金氏只能尾身做了老三 不过那时候的袁世凯却是英雄威武风流倜傥 甚至有传言说袁世凯和敏飞也做过头发 当然这个谣言出自日本人的记载 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袁世凯极端仇视 所以很有捏造的嫌疑 而且袁世凯胆子再肥 也不至于给一国之君戴绿帽 1894年朝鲜爆发东穴党起义 朝鲜政府无力镇压 被迫向清朝求救 蓄谋已久的日军也趁机进入朝鲜 然后勿宣而战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日军击败 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放弃了对朝的宗主国地位 向日本赔偿两亿两白银 如果按照清朝金银比价折算的话 相当于现在的2500亿人民币 或400亿美元 日本陡然间成为了爆发部 为进一步侵略和称霸亚洲 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然这些还不算什么 最糟糕的是 清政府答应隔让辽东半岛 台湾岛及其浮属岛屿 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甲午战争后 朝鲜虽然脱离了清朝的控制 却进一步沦为日本和俄国的代载羔羊 谁能最终主宰朝鲜王朝的命运 我们下回分解